一千多的性价比iPhone有很多 但一般商家只能给你拿一个苹果X 性价比真的太低了 四级手机不说 还就只有一个摄像头 RLCD大黑边也很丑 想五级的起见iPhone 还得去看我这样的批发商 价格优势并不是因为机器有猫腻 只要我是做批发的 一次拿或几百台 价格不用说都是市场上最优势的 基本上就是每天来多少出多少 我们也就只图个快进快出抓紧回款 今天这批苹果实啊 性价比可以说相当逆天了 A14盘碎处理器 加上2S系统流畅用个四五年以上是毫无压力的 铝合针的中框和玻璃背板做工扎实 但6.1英寸的大小拿在手上很轻 扣置虽然只有1200万像素 但成品足够清晰 我们批料拿的货 1650还从20瓦快充钢化膜手机可 像这种橙色一般 但记得纯元装的职业1699出了 毕竟批发商不仅评价格 更拼服务和质量